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苦瓜炒肉片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出来苦瓜没有苦涩味 而且肉片非常的鲜嫩 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下方菜 在饭店里面这样一盘只是要卖个58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10块钱 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 也没有添加任何的防护剂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挑选两个新鲜的苦瓜 其实挑选苦瓜的时候 我们要挑选这种个头大一点的 这种皮薄入厚 然后硬刀把苦瓜对半切开 切好以后我们用手把里面的瓜瓦挖掉不要 其实我们只要硬手抠一抠就能完全抠掉了 也不需要硬勺子 苦瓜全部挖掉之后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苦瓜去头去尾 全部切掉以后用45度的斜刀把它切成片 这样炒出来最美观又好看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苦瓜全部切掉以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加入两勺白糖 好多人腌制苦瓜的时候它都是加的适应盐 那样腌出来的苦瓜又咸又苦 而且苦瓜的苦涩味也没有去掉 所以我们用白糖给它腌制 这样能去掉苦涩的味道 然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瘦肉 我们把瘦肉切成薄片 瘦肉的片我们一定要切薄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 如果切得太厚的话 肉片吃起来的口感就不好了 肉片切好之后再改一下刀切成小块 肉片全部切好之后 加入大点的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加入一点胡椒粉去腥 加入一勺蚝油提鲜 其他的调料就不要放了 然后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吃进到肉片里面去 这样腌制出来的肉片比较鲜嫩 而且肉片也非常的入味 肉片全部抓拌均匀之后 打入一个鸡蛋 鸡蛋打进来之后 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加入了鸡蛋能让肉片更加的滑嫩 而且肉片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好 吃起来也不筛牙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一勺淀粉 淀粉能锁住肉片蒸的水分 让肉片充分的吸收料汁在肉片里面 这样做出来的肉片非常的滑嫩 抓拌均匀以后 再加入一点芝麻香油 再一次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加点芝麻香油炒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而且炒出来也非常的香 腌制以后先放一旁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大扇子 用刀给它拍碎 大家都知道拍一拍的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然后把生姜也给它拍碎 最后我们用刀给它剁成蒜末 把里面的姜末也要给它剁碎 尽量也给它切细一点 不要切的太粗 姜蒜末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如果喜欢吃辣椒的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小米椒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和姜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根大葱 将它一分为二 再二分为四 然后把大葱切成小段 大葱切好以后和姜蒜末放在一起 接着准备个小碗 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点鸡精 少量的白糖 再加入一点胡椒粉 少量的生抽酱油 一点蚝油提鲜 再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节省炒菜的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旁备用 苦瓜腌制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苦瓜已经腌出了好多的水分 好的人苦瓜都是操水 其实那样是错误的 腌制好以后 我们加入清水 我们把苦瓜给它清洗一下 把苦瓜的白糖给它清洗掉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腌制过的苦瓜 看着都非常的脆 然后我们把苦瓜应手给它挤干水分 挤干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把腌好的肉片放入锅中 把肉片给它翻炒一下 炒熟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菜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肉片全部炒熟之后将它控油捞出来 先放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把姜蒜末小米辣大葱全部放入锅中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炒出蒜香味 全部炒香之后 我们把苦瓜也加进来 肉片也要加进来 我们把苦瓜和肉片一起炒 因为苦瓜也腌制过 它是比较容易熟的 而肉片已经炒熟过 所以我们要快速的翻炒 翻炒均匀 所以我们这里要开大火翻炒 炒出来就特别的香了 全部炒香之后 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料汁加进来之后 我们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 吃进到苦瓜和肉片里面去 哇真的是太香了 快速的翻炒均匀 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苦瓜和肉片已经炒熟了 然后将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清脆爽口的苦瓜炒肉片 就这样制作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苦瓜肉片 非常的入味 而且苦瓜吃起来也非常的清脆 也没有苦涩味的味道 肉片也非常的滑嫩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